如果你和凤凌都不是艺人的话 你们会不会就公开的比较更早一点 可能会啊 对啊 我就没有什么好做的 那到底艺人怕点什么呢 就是怕媒体 媒体能说什么呢 网民间凤凌简直是独男女 网民客呢 网民的攻击 他会讲什么呢 就是他所考虑的那些东西 对 我都会看留言的 有一些留言 有一些很不好听的称呼 有一个称呼叫阿丁 是因为你跟他拍拖的情况下 对 所以我受到很多这种攻击 是你们看不到的 但是我会看的 对 所以说 就是叫我攀 高知 而且我那时候我来新加坟也蛮久的时间的 有一些作品的 那为什么就是说你们不接受我 还不接受我 会让我觉得很失望 会让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跟凤凌公开 还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公开了 这些东西我受不了 会直接的影响到我和凤凌的感情 你就会很难过 你会打电话跟父母讲 哇 上海人本身也是蛮骄傲的 对 但从小就是没有被别人讲过 然后就 但是现在就是被很多很多的留言攻击 甚至有一些白眼或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祝福就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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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